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那个不会 那个进不到乳汁 你看这个伟大的母亲 她咳嗽了很长时间 然后就不敢吃药 会怕影响这个孩子 结果像我们有的 人家义军还在微博上给大家道歉 但是大家批评的主要目的是 我说是你明明听着一个女的 在旁边一直咳嗽 然后你跟马家辉都不知道 递杯水去 明显显示你们缺乏身世风度 还自顾自的说自己的 没有别人是同情你 我就有 所以不用 那不是 我当时是 我觉得是人家是同情你 说怕我传染你 不是 还有说这个 这个说凤凰工资太低了 说这个导演不做功课 这个最后不把声音消掉 这也是冤枉我们导演 因为他夹杂在一起 他消掉他的咳嗽 消不了 我们的声音也断断续续 所以这个当然都是我们学艺不经了 怎么弄出一咳嗽来 主要说我不好 但是就是我确实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 你当然这种情况 我跟你说 有时候我们别的嘉宾太投入了 会忘记了关心这个女嘉宾 你知道这方面呢 特别敬业的就是一虎吗 最著名一虎 一虎当年跟我们的那个曾子墨同台主持 当然还发现还是个内部的一个活动 结果子墨可能是有点低血糖 对吧 两人并排站着 一虎非常投入的在讲 结果子墨望后变倒 我记得了 对对对 然后因为一虎人家讲的太投入了 太嗨了 完全没看见 子墨已经躺在这了 他还 可能想想 子墨 这样子 我听过他另外一个小话 他因为广东话不太好 然后他就想问一个女同事说 你有空吗 我就说成你有胸 你有胸吗 这些笑话都按在了他头上我不知道真假 所以你看一虎是咱们这最出名的大好人 对吧 真是 这像是我会说到 你有胸 你有你有胸吗 这个我为什么说他这个是个很伟大的母亲呢 也得看看这个那一方面的基因 关键他也有一个伟大的老公 是吧 老公 不是老公也是来自于一个伟大的国家 伟小的国家 对 因为面积很小 伟小的国家 这什么 但是依然还很伟大 小而伟大的国家 Sweizerland 我你说错吧 你这说成是非洲那国家了 怎么都忘记了 对那个Sweizerland 跟那个Sweizerland Sweizerland是什么 是瑞士 Sweizerland是瑞典 他们那个瑞士人就 他反正就一出去最烦说 我是那个瑞士人 然后人家说 那个肉丸子不错 我的那个宜家不错 因为今天呢 就等着你们两个人来 我发现文道呢 对瑞士相当的了解 对他很了解 对 所以说呢 因为最近有个国际的一个大话题 当然我觉得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人 没有人不感兴趣 知道吧 就说瑞士全民公投 听说了吗 有这好事 全体国民呢 基本今天 无条件 发钱 每个月 每人 2500瑞士 法郎 对 大概相当于人民币 16000 相当于港币 2万 现在港币 2万港币 差不多 孩子也有600多 每个月 对 这样说的话 要是生俩孩子 一个四口之家 你这一个月 什么都不干呢 无条件国家就派 派钱 这么一件 与国 不是 与民这么有利的大好事 瑞士爱搞这个全民公投 对 竟然呢 这帮傻子 百分之七十几的 百分之七十几的瑞士国民 公投反对 我们不要这样 他们可傻了 不光这事 就是之前还有一次是投票 要不要更多的代薪假期 就是给你放假 还发薪水 问你要不要 不要 然后也否决了 为什么呢 说这样的话 经济 他们会认为说 整体经济会变差 大家都放假了 那谁干活了 那说宁可不要 他们还管整体呢 他们很理性 对 很理性 他们是最自由 但又会最顾及 这个 其他人 整体利益 但他的理性 跟德国人的理性 有不同吗 德国不一定 做得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 瑞士跟北欧 不太一样 当然 就北欧是更 社会主义色彩更重 但是瑞士跟北欧 都有个很强的特点 就是他们那种 社群精神特别强 他做什么决定 都特别会考虑整体 因此 当他们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 我们照我们看来 国家给你免费 每月 花几万块钱 你傻呀不要 然后你还想说 这不行啊 这不干活了 大家就 他还想这种事 但他们很容易 有这种公社精神 就这是一个 这不是一般国家 效法的了 就连德国都做不到 这只有在国家人口相对小 平均受教育的程度 普遍比较高 而且长期的 有一种地区公社精神 才能出现 因为瑞士呢 其实这一点 跟北欧比较像 就是虽然瑞士 没有北欧那么 倾向社会主义 但是瑞士的 每个地方的社群 commit对吧 他们叫 每个地方的社群传统很强 你社群传统强就表示 你一直都生活在一个 做什么事都顾及他人感受的情况下的一个社会 你不容易做一些决定会太影响别人 比如说我遇过一些 瑞典 有个很大的一个大企业 的一个高级管理阶层 跟我聊 他的一年的薪水 有七成拿去交税 瑞典 对瑞典嘛 他说他就 美国有个公司挖他 薪水给更高 然后税少了很多 那么他就跟我聊 说他不去 我说你这不就白白交那么多税 说全世界都会觉得 如果从正常逻辑 我们今天会觉得一个国家如果税收过高 那他的高级人才就会外流嘛 对不对 那我认识个人 他说不 他说交税是国民该有的义务啊 我怎么能走呢 因为那个思路跟咱不太一样 对 其实那个瑞典人最烦拿他们跟德国人比 他们会觉得受辱 对对对 因为在历史上这个德国其实就老欺负他们 就好像说你是这个中国人 然后说你跟这个日本人也差不多 他可能情感上有不一样 你不能接受 他们其实很不一样 是因为德国在历史上这个大一统的历史 其实特别的强烈 这个帝国啊什么对吧 就中央集权很厉害 但是呢 这个瑞士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自治 他是好多小村落 自愿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 我就觉得说瑞士跟中国就是 就我的感觉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反的 就中国是大 他是小 中国是这个集中 对吧 就特别讲中央 他们是特别讲自治 特别分散 对 所以呢 他越分散呢 他越要我自己这块地方 我得要管理好 我每个人要承担我的这个义务 我要去负责任 对吧 我才能大家都好 我没法推卸给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好了 其实北欧也是 这就公社精神 越是一个国家长期讲大一统 然后由上往下来高压管理 底下的老百姓越自私 越考虑自己 越是像瑞士或北欧也是 一个一个小公社 他是由下往上那种国家呢 他是由于每个人平常就要管好你自己 要自律 要注意其他人 他那么松散 他那种人反而越不自私 我们有个朋友的太太就是长期住在瑞士 她就跟我说 哎呀 这个地方啊 那个活得很不舒畅 就是说人人都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是说 甚至都不管穿那个太过头的衣服 对对对 对吧 就是哎呦 就是炫耀或者是换个车呀 哎呦 邻居会怎么看呢 整天想这些东西 哎 这让我想起 他跟咱们过去费孝通说的 中国过去乡村有一种叫熟人社会 说熟人社会 因为就都是一个村 都是熟人 所以呢 你自己就得特别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这个所谓的 注意别人的看法 和瑞士那种社会下 注意别人的看法 又有什么不同 我 熟人社会的话 我觉得 他其实主要讲的是一种人际关系当中 呃 你在意别人看法 你因为你会在意 你在这一个社会里面的地位 别人怎么样来开戴你 瑞士更多的 我觉得他不是个地位的问题 他是说我们要保持一种统一的价值观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 大家都为这个社区去做贡献 那个 我记得呃 非孝通讲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说 他说中国 其实从清代开始的时候 就商人啊 他们就喜欢 呃 把这个市场 怎么讲 就是说他不喜欢去搞创造 而是说 在这个社区 这个市场里面 他会通过官府的关系来 排挤啊 对 他就讲垄断 排挤到其他人 那我在这个社区里面 我也不用搞创新 我就全有了 但在瑞士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是觉得说 我们必须要 不断地从这个里面 造福于所有人 对 我才可以去过得更好 对 很不一样 那就是很不一样 那就是一些高尚的人 但是 不是 他们是农民 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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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农民 就是农民 对 他们都是农民 但是你比如说 他们 爱爱 最爱公投 说是 投票冠军 从这玩意 公投来说啊 一个半 到现在为止 大概一个半世纪之内啊 他们进行过的 公投次数啊 好像是 六百多回 就基本上 全国公投 平均一年四回 公投 这按说呢 这公投吧 就能够把你这个议会制定的法律也给推翻了吧 对 可是实际上呢 在 他又互相不妨碍 对的 在真的这么多次公投啊 真正就是说 推翻了原有立法的那个 只占一个很小的一个比例 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的 因为他在 他这个公投 第一你要征集有五万个人的这个签名 还可以去 就是反对已经有的这个法律 那么这个在投票之前 他会进行一个特别长期的这个辩论 所以呢 他很多提案在公投之前 已经有的时候就放弃了 或者是政府自己就改了 就是说上了 你们也别投了 我就改吧 等等 那么还有的时候是因为 他跟外部的一些法律相抵触 等等 所以真正到最后能改变的 好像他说是 这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宪法一共改了十四处 还是十几处 非常小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回来看看义军 带来的瑞士的照片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看看义军 咱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 伟大而小的国家 瑞士 这个是他们的 中央 那叫什么委员 对 他们七个总统 其实这八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秘书 他们是这样 像我们政治 他们就是叫总统班底吧 他们就是像政治局一样 一共有七个人 但是每个人做一年的这个总统 就是轮流换 一人做一年 这罗马执政官呐 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很搞笑 就每回他要跟我们 比如说我们中国领导人 跟他们见面 年年换 对 年年换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没法建立私人关系 这个是他们以前的 就是最早的那个公投 对 他们就是在镇上去公投 那时候只有男的可以去 他们是配剑 那么你同意呢 就把那个剑给举起来 哇 真有范儿 那么他们到现在有一些地方 还是这样来投票 对 拔剑投票 对 这个是他们新年的时候 也有这种驱鬼的仪式 跟他们那个年差不多 有点像 就是鬼 然后呢 把他们给赶走这种 我觉得很传统 这个海象啊 有点就比较传统 这是他们就是 随处可见这种 什么虎啊 天鹅 这咱们觉得美的不行 他们那就是 特别常见的一个景色 真是 他们的纸币上面 印的都是这个 标筑家 加克梅迪 对 加克梅迪 然后呢 有诗人作家 就是纸币上没有领导人 加克梅迪是左边这模样吗 对 这正反面 对 然后你再看右边 这个呢 是他们呢 就是阳台摆花 都是往外摆 给路人看的 就是不是给家里人看 而且会相约 这个这个邻居 都摆一样的花 整体看起来漂亮 没有 没有 什么据委会命令他们 就是大家愿意 他确实是 就是这个人人 这才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 我为人 对吗 还有吗 这是他们那儿 就是说 人人 其实男子 基本上都配枪的 他们家里他都有枪 那个小孩 可以跟着去看这个射击 但是他的枪击案 比率特别的少 其实我上次去瑞士博物馆 看了一圈 我才知道 这是个战士民族 俄罗斯战斗民族 这个当年古代瑞士人 专出雇佣兵的 他是直到后来 就是说枪炮 就是那个大炮的发明 中国人火药的发明 是他们在某一次当中 就受了一个特别重大的 一个挫折 就是他惨败 就他死了很多人 就而且是父子兄弟 这样去厮杀 他们才停止了雇佣兵制度 而且因为他们那个雇佣兵 已经打到一个地步 是对他们伤害太大 因为欧洲战场 那时候大家 你知道欧洲以前 不像现在欧盟啊 觉得好像很统一 很核心 我们知道欧洲 几十年前还在互相打 那个时候欧洲战场 大家都喜欢聘瑞士雇佣兵 于是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战场上两个敌对国家 两边的士兵都是瑞士人 说不定还是朋友 兄弟 亲戚 你这么搞下去 这不行是吧 这回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了 兄弟俩分属瑞士队和阿尔巴尼亚队 这俩国家是什么情况 其实主要是因为瑞士现在也不少移民 那么很多东欧移民 那么阿尔巴尼亚呢 现在就就南斯拉夫解体之后 阿尔巴尼亚那边就整个巴尔干半岛 很多人移民到瑞士 那么这边移民到瑞士里面 很多都是带着球衣过去的 像这一次那个兄弟 好像是哥哥 还是弟弟是属于瑞士吧 那么两兄弟都是从小踢球 一个加入瑞士籍 瑞士其实是为了吸引他代表瑞士队 给他一个国籍或怎么样 因为瑞士的足球呢是这样 其实不错 近几年而且越来越进步 但是足球在瑞士不算是一个 一个大的运动 就不像在德国或西班牙那样 全民都玩 是滑雪 滑雪 践行 或什么 但是就对他们来讲 足球还可能排在十名啊 九名那样子 所以他们就等于需要很多移民 来帮他们打足球 而且就现在他有的这个反对派 就这个公投的那个人 就是提出了一个理由 就是说如果真通过了 每个人无条件 每个月发几万块钱 他说他瞬间就有几百万移民 他就说这个东西要通过了 其实意味着必须闭关锁国 你不能人家全来了 来点发钱 没那么容易 但是也有人说呢 这个法案其实它是非常先进的 就说他未来恐怕是一个大的方向 因为他里面有个什么问题 他说他给你发钱 他避免了 就是你目前啊 你这个福利国家 你要给人家发的时候 你必须要很多的这个职员去计算 这个老人要收多少钱 他要给你多少钱 这个妇女生的孩子要给多少钱等等 就是计算过程太复杂 还要去考察 因为你像这个福利国家 像我知道的 像在法国或者其他国家 很多人是装病人装什么 去骗这些这个福利嘛 那么你还要有警察去查 这些人真的假的 那么他现在索性这套都不要了 我就跟你发钱 大家都一样了 但是呢 你还得跟上说 那我这一套 如果我这样发钱 那我原来的福利 必须还要去取消 就其实他是 就是未来或者是那样 但现在整个的 为他准备的这套机制 还不成熟 对 其实这个机制啊 这个东西啊 我们听起来很左 对不对 人人发钱嘛 对不对 这是左派政府做 其实不是 他背后的一些形态 是非常右的 他的整个概念就像什么 就像美国一直在炒学分卷 学分卷是佛利明 跟海耶克他们最早提出来 佛利明最早提出来 学分卷是怎么回事 就原来大家都觉得教育 政府 国家应该承担 那教育就该不花钱 那教育如果不花钱的话 比如说学校都不花钱的话 那那个经费就变成 国家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么于是呢 经济学家就这么想 说这样子 我们学校呢 还是得收钱的 老师呢 也该挣钱 但是我们又应该 给所有家长选择权 那怎么选择 国家直接把钱 发到家长呢 比如说你一个孩子 你两个孩子 或者你五个孩子 我给你发多少多少多少 这个钱呢 出来的是一个学分卷 一拿票子 这票子不能买别的 就用来上学 然后你拿着这个票子 你去选你爱上的学校 然后学校收到这个票子 就每家学校 谁偷都收到票子多 那证明学生喜欢我这家 为什么喜欢我 我教的好呗 那我就得回来的钱也多 就个市场竞争 那么这种全民发薪水的 这个概念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社会福利 就像义军官来讲 你医疗 比如说给你免了 你伤残又给你怎么样 这个又给你怎么样 那么现在呢 就可能以后呢 这个相应的制度变化 就变成医疗要收钱 很多东西 本来说不收钱都要收钱了 但是这个钱呢 国家给了你 你来选 所以你要怎么用那个钱 就是据说挑这事的这个人 虽然公投没通过 但是他也挺高兴 因为通过这个事啊 他把这个理念 这个概念传播到了四方 实际上现在有好几个国家的一些组织 都在搞相类似的 到这个公投 我看看这个理由啊 也真是挺有意思 他一方面说是为了这个公平吧 就是说这个社会啊 现在这个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再有一个理由呢 是说这个应对机器人社会的到来 就机器人要来了 人们大批的事业 但是机器人的控制在大资本的手里 所以他就是说啊 将来这个社会 我们给子孙后代留下来的这么一个社会啊 已经是什么呢 好像说1%的人掌握着全世界一半的这个财富 什么全世界62个人掌握着大概30多亿人口的那种贫穷人口的这个财富 就已经极其的贫富 差距加大 所以他们认为呢 这种全民派钱 无条件派钱 是一种应对未来社会的这种一个方法 有这种讲法 可是问题是 呃 他不一定能够成功解决机器人社会的问题 因为机器人社会的问题就在于 呃 有个我们小时候常常会想过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 说将来什么事都可以让机器人做 那人做什么呢 嗯对不对人如果没有工作呢人哪来收入呢 那么假如今天越来越多包括我们中国已经看到了 很多地方的工厂已经开始改用机器人 那么当四五个机器人代替你一个车间一千个工人的时候 那那工人上哪 他们的薪水 他们的收入从哪儿来 领钱去 领钱去 那问题是那个钱发给他们钱又从哪来呢 那就只能够是抽税税收 税收又从哪来呢 那这样的话就必然变成就是要从资本家呢 抽取更多的税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里说就瑞士此举要是通过了哈 将或者是彻底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活动 好家伙 说的有点夸张 不是 但是呢 我是不是也听到这个什么 这个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说这个全民派多少的这个概念 包括这个香港地区啊 包括这个台湾呢 不也是经常是在说这个什么 对 甚至是澳门 对 对吧 派堂是吧 派堂吗 都叫香港人都叫派堂 你同意派堂吗 我觉得得看情况 我觉得就是我们社会是需要应该让所有人都有个体面的 起码的有尊严体面的生活 那么社会应该提供很多东西去满足大家这种需要 要公平 但是你派堂是不是必然好 他需要看前提 什么叫前提呢 你比如说 我们这么假设 假如说今天在中国 我们人人发薪水 假设是这样 他有几个前提的 第一个前提当然就是说要保证大家拿了薪水还愿干活了 这个就先不管啊 第二是什么 他发钱的这个前提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每个国民都发薪水 那他必然要在别的方面捡东西 捡的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我讲别的社会福利开支 以后就大家拿着这个钱来向政府付费购买一些原来你不用付费 或者你原来可以低价买到的服务 等于这个概念是吧 好那这时候你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体制必须能够保证 我这些相关部门不会抬价 你懂我意思吧 假如说我们中国今天全民发薪水 全民发薪水 以后大家看病呢就大家自己拿钱了 也没医保也没什么社会的保险了 那我医院就说行啊 那你们先拿钱来 我愿抬价呢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说派糖也好 你就你派工资要派多派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你像在香港吧 他派糖其实是什么 他派的那钱是很少的 那个钱不够你说我不工作的 他只是表示说政府今年的收入有盈余 那么大家应该去分享 我觉得这点很好 就是说他的税收 政府的税收是公开透明的 我今年我收多了 那么大家分 对吧 那么在瑞士 其实他分的这个2000多瑞士法郎 是不够你在当地不干活 就什么都不挣就生活的 瑞士的贫困线都2000多 瑞士就有点物价贵 对对 所以你根本就是说 除非你生很多孩子的话 那么你差不多这家人不用工作 不然的话你这点钱不够 你完全都不工作的 所以他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活 所以你看这个我要不说 咱们都得联系到身边 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讲这个香港也是很唏嘘 就是说香港这些年呢 成功作死了自己所有的历史机遇 就是他的基本概念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香港人呢 这个不知变通 音寻守旧 就是比如说过去英国人 给你设计好了这一套 就这么弄 就这么弄 不要改变 最好 对吧 但是因为一切都在改变 所以在这个应对上 你比方说 你这个转口贸易 这个优势也在失去 甚至于说 现在梁振英的工作日志上 开始讲要这个再工业化 你知道吗 就前些最早的时候说 这工业都跑到那个内地去了 现在又发现呢 确实没有实业 没有实力 就提出再工业化 甚至是发展创科 但是人家观察家就感觉 为时已晚 但是呢 当然是悲壮的努力 还是值得包养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今天大家都有一片 一片唱衰香港的习惯 我觉得内地媒体上 特别特别多这种言论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 大环境的原因 大家的矛盾 让大家觉得唱衰香港都很爽 就等于香港喜欢唱衰大陆一样 可是呢 坦白讲 我觉得香港的 所谓的历史机遇的错过 跟香港的曾经能够发展 是同一回事 就我们要记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经讲东亚四小龙 当时东亚四小龙 是怎么出现的呢 其实某方面是一个冷战结构下的经济出现 就是让他们 他们跟四小龙承担的任务 就跟后来 中国做世界工厂的任务一样 分散在四个地方 好 到了后来